我万万没有想到 把新鲜的鱼头放入开水锅中煮一煮 出锅原来这么好吃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种鱼头为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吃 营营又下饭的做法 吃过的朋友啊 人人夸仅是大厨 用来招待客人也是超有面 喜欢的话就等会收藏进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我们把买回来的花莲啊 给它摘洗干净 然后给它改一下刀 改刀的时候从哪里改最好呢 一般情况下 从鱼塞的这个地方往下刺指 然后一刀切 这样就可以了 鱼尾巴可以做鱼丸 也可以做红烧花水 接下来我们把鱼头给它抛开 然后用手给它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再把鱼头的这个部位啊 这个软的这个部位啊 在这划一刀 这样好入味 鱼背上给它划上两刀 划的时候不要划得太狠 轻轻的划两刀就可以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切成配料 两锅红椒 我们给它去籽 然后从中间给它一刨为二 再一分为三 最后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香葱少许 我们给它切成葱段 装入盘中备用 大蒜子少许 我们给它拍一下 拍蛋之后给它剁成蒜蓉 蒜蓉做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大姜少许 我们给它切成薄片 再给它切成细丝 最后给它切成姜糯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少许的豆翅 我们给它切一下 清好之后 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干净的大碗 我们加入一小盆的 剁椒酱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清水 冲一下 绿干水费备用 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 油温热热之后下了葱姜蒜 我们就得炒一下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我们把剁椒给它拌进来 继续给它炒 把剁椒的香味再炒出来 剁椒的香味炒出来之后 我们把切好的红椒精给它放进来 继续给它翻炒 小火给它炒回溢到两分钟 一分钟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一勺的啤酒 下来我们给它添加味 加入15克的鸡精 10克的味精 10克的白糖 10克的蚝油 再给它加入5克的食用盐 翻炒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放在一间备用 接下来我们蒸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一袋黄酒 没有黄酒的话加啤酒 然后加入10克的食用盐 给它入个底味 再给它加入适量的葱姜 去腥 最后 把我们改好花刀的鱼头 给它放进来 大火给它烧开 然后煮 3到5分钟 烧开之后打去上面的浮沫 然后中烧火 给它煮和3到5分钟 好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怎样判断这个鱼有没有熟 我们找根筷子 扎一下鱼背 轻松的扎进去 然后轻松的能拔出来 这样鱼就熟了 然后我们关火 把里面的小料给它捞出不要 接下来我们找个照理 然后给它捞出 这个装入盘中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完整 然后再把我们熬好的做椒酱 就浇在上面 哇 香盆盆的剁椒鱼头 就知道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呀 让人看着就口水直流 最后来一勺烧热的花生油 加入一把抽花 往上一浇 小味增加就上来了 哇 这也太美味了 看着啊 就让人想吃上一坨 这样就可以了 好这样我们这一份好吃 美味 健康的剁椒鱼头 就这个完成了 奶油的鱼头啊 不要再直接上锅蒸了 试试这种做法 绝对好吃 而且啊 比蒸出来的鱼头 更加的鲜 各位老铁看一下 哇 这一场的漂亮 我替大家尝一下 嗯 一点都不腥 非常的鲜嫩 吃一口都让你停不下来 如连大人小孩都爱吃 喜欢的话就赶快吃当局来试试吧 近来的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自这条手 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